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又是一期淘宝开箱的视频 今天要开箱的东西我已经期待了很久了 因为是前两天收到的 然后这几天我一直比较忙 所以就没有抽出时间来开箱 那今天终于有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 把所有的包裹全部都拆掉了 那今天开箱的东西 其实是我大概在618的前后买的一些东西 不过因为这一次我有买一些大件的家具 那家具它的制作和运输的周期都比较长 所以这一次的这些包裹 我到现在才收到 等了还算挺长的时间了 那这次我买了几件家具 一个是一张大的餐桌 然后我买了一个梳妆台 然后还有两把配套的椅子 加起来一共是4件家具 这几个大件的家具 我收到之后都很喜欢很满意 我会贴几张他们的照片给大家看 今天我就不打算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太多 就是关于家具的东西 那大家如果对淘宝海运家具有兴趣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里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问的人特别多的话 我可能会单独拍一期视频 跟大家来分享我淘宝海运家具的 一些经历和经验 那今天我们还是来回到开箱的主题 我们一起来开这些剩下的小包裹 准备好我的开箱的工具 还有我的开箱专用刀 这个刀子是专门用来就是开包裹的 我最开始还不是很喜欢它 因为我觉得很不方便 每次要用的时候 都要把这个刀片这样挤出来 但是用久了之后 我觉得还挺方便挺顺手的 而且主要是它会比较安全 你松手之后 它这个刀片就会收回来 所以你用完之后 如果把它放在地上 或是放在什么东西上面 这个刀片它是不会录在外面的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挺安全的 所以我现在开箱都在用这个小刀子 这个品牌是这样的 好像是一个德国品牌 是我妈妈送给我的 我不知道淘宝上有没有卖 不过应该有很多类似的 这种就是同样的设计 我觉得都还蛮方便的 OK那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开箱了 首先第一个包裹小米的 这是我买的一台小米的照片打印机 然后盒子里面还有两盒 是我买的就是配套的相纸 其实我考虑买照片打印机想了挺久了 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冲洗照片 做成那种相册的 之前我都是在网上在淘宝上找店家帮我洗照片 但是后来就觉得这样很麻烦 每次都要攒很大一批照片一起去洗 才比较划算 所以这次我就考虑买一台这个照片打印机 我当时其实比较了好几台就是市面上卖的比较多的照片打印机 有佳能的那一款 然后还有极硬的那一款 然后当时我就有去做了挺多的功课的 最后比起来我觉得小米这一款 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台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小米的配套的相纸 它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这种耗材是你买了机器之后永远都要一直用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台 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打印机应该是可以印6寸的照片 这个盒子里面配了一小盒这样子的相纸 应该是类似于试用装 然后主机在这里 小米这款我觉得它样子也还挺好看的 就是很简单的白色的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一点 然后它这个相纸盒也很方便可以收纳 它是有一个磁铁可以直接吸在这个打印机的上面 就这样不用的时候 这个相纸盒可以直接收纳在机器的上面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好的 然后用的时候好像就是要把这个相纸盒打开 应该是要插在这个位置 用的时候大概就是长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然后它就会有照片从这个后面打印出来 具体的使用情况我之后会在Vlog里面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这两天我有打算用这个机器把之前的照片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大家肯定会在我的Vlog里面看到这台机器的 OK 然后第二个包裹也是小米的 是我买的一个小米的这个监控摄像头 这个我是准备买来安在家里 然后可以看皮皮的 就是这个比较经典的小米的这一款摄像头 这款应该是在新加坡本地的小米商店里面 就可以买到的一个摄像头 我不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要买这款了 不过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款式 因为我买它只是为了简单的能够在家里看到皮皮在干什么 比如说我跟天哥两个人出门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里 所以就准备装一个这个摄像头 可以看他自己在家里干什么 这个版本叫做小米智能摄像机云台版 送一个32G的储存卡 继续来拆一个小家店类的东西 这个是我买的Morphe Richards的一个果干机 这有一叠这样的烤网 有四个烤网 然后机器的本体在这里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 我其实特别怕它很大 然后就很占我厨房的地方 不过这个感觉还可以 算是一台很小的机器 然后用的时候就把这个门打开 把一些肉片或者是水果片放在这个网上 然后就这样 就这样一层一层的放进去 就可以烤成肉干或者是果干 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低温干燥机的感觉 它就是用比较低的烧烤的温度 把食物慢慢的烘干烤熟 一般可能用大概60到70度的样子 我买这台机器 第一个想法是想给皮皮做那种肉干 就是用它来做一些狗零食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吃水果干 然后也喜欢用水果干泡茶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低温烘烤的一个小烤箱 不过这个东西大家不需要着急去买 可以先用自己家的烤箱试一试 因为把烤箱调到比较低的 像是60度到70度的温度 跟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我也尝试过我自己的烤箱 是可以完全替代这个东西的功能的 但是因为我们家烤箱体积很大 然后功率也很大 所以用烤箱低温长时间烤的话 一是比较费电 二是很浪费它的空间 因为烤一次可能要花到7到8个小时 甚至是10个小时以上 所以一直这样长时间开着烤箱 又浪费电 然后又有点浪费它里面那个大的体积空间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小的低温烤箱 可以经常给皮皮用来做狗零食 它里面可以装四个这样子的小小的烤盘 然后每个烤盘上面都可以放满肉干和肉片 所以我觉得这个烤箱对空间的利用是比较好的 就不会特别浪费 这个机器也很不错 我还挺满意的 一会儿就可以给皮皮做零食了 接下来这个包裹 它这个上面写的也是一个小家电 所以我就准备一起把它打开 不过它应该属于那种就是个人护理类的家电 是我给天哥买的鼻毛修剪器 这个小市这个牌子的 是我在李佳琪的直播间买的 我一直想给他买一个这种鼻毛修剪器 但是也不太了解 就不知道有什么品牌好 那天我看到李佳琪直播的时候在卖这个 价格也很便宜 几十块钱 我就买了 一个这种很简单的小东西 里面配了一节电池和一个清扫用的小刷子 样子长相还不错 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设计 因为天哥总是出门见客户的时候 老是让我给他修鼻毛 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个这个东西 它上面这个头是个这样的形状 就是可以直接伸到鼻子里面去 把多余的杂毛可以剪掉 应该还不错 就是这样子的 电池装进去之后 开这个开关就可以用了 应该还不错 给天哥试试看 刚刚这些就是我这次收到的所有的 就是小电器 小家电类的东西 再来开一个跟他们有关系的东西 哇 这个怎么这么多 一二三四五 五个插孔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全球通用 国际版的一个插牌 品牌是叫这个East Team 我一共买了两个插牌 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这个是大的那个 小一点的那个我已经拆开用了 小的那个好像就只有三个 还是四个这个插头 为什么要买这个 是因为它的 首先它这个插头 是音标插头 在新加坡是可以直接用的 然后它这个插板上的这些插孔 你们看这个形状 长这样子的 就是国际口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国家的插头 都可以插进去 比如说音标的插头 就可以直接插进去 然后大家也知道 我有很多中国的小家电 也可以直接用在这个插板上面 像国内的 不管是双头的 还是三头的 都可以插进去 所以是很方便的 我觉得尤其是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 既有新加坡的那种电器插头 也有很多国内的小电器 就很适合用这种国际版的插头 然后这个上面还有四个USB的充电口 所以像我的一些手机啊什么的 都可以直接用这个USB来充电 所以这样一个插牌 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家客厅所有的充电需求 不过要记得分清楚它这个插头 因为有的是大陆版的插头 有的是音标的 有的是美版的 这个都不一样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在的国家来选这个插头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刚刚这些就是所有的一些电器类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开一些家居装饰类的东西 也是我最喜欢买的一个类别的东西 这里面大部分的东西我都已经拆开看过了 因为有很多易碎的陶瓷制品 所以我的这个包装都拆开了 这个太好看了 这个是我很久以前就夹在购物车里面的一个花瓶 我犹豫了很久才买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红色可能跟我们家的 就是整体的颜色风格不是很搭 它会有一点特别乍眼的感觉 然后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买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红色就是可以成为家里的一个家居装饰的亮点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很正很很标准的大红色 好好看啊 我觉得这个花瓶可以在上面又简单的放几只那种油加利液 就很好看了 不过它这个上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刮痕 看看能不能擦掉 看这个地方 有一道刮痕 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就是那种叫什么擦擦克林 就是这种白色的小海绵 蘸点水就可以用来擦陶瓷制品 一般来说蛮有用的 擦掉了 OK都可以擦掉的 幸好 哦好漂亮啊 太好看了 跟我这个黑色的衣服也很搭有没有 好好看 好看吗 因为我们家其实大部分的花瓶都是 要不是透明的 要不就是白色的 很少有这种就是 很亮丽的颜色的花瓶 我觉得这个很好看耶 颜色我也很满意 是我想要的那种颜色 感觉是一个很有艺术感的花瓶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也是一个花瓶 这个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花瓶 这个花瓶我昨天也打开看过 它没有碎 包装的还挺好的 是一个这样形状的玻璃花瓶 我觉得玻璃花瓶特别适合放鲜花 这个形状我还挺喜欢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肚子 现在是因为刚刚拿到 然后我还没有给它洗干净 它这个玻璃看起来有一点 雾萌萌的 不过用手 稍微擦掉一点灰 感觉就会通透很多了 我之后洗一洗再把花放进去 应该就会好看很多 不过它这个质感不是特别好 这个底下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很明显的气泡 应该能看到 然后这个旁边也有一个小气泡 质量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好 不过总体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 也是类似花瓶 它是一个摆件 但是它比较小一点 这个上面被它那个透明胶 粘了一些东西上去 这么好看的一个小摆件 包的时候不能放个纸在上面吗 我刚刚基本上是把上面的胶字 粘掉了 所以应该之后再稍微擦一擦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像一个小飞碟的一个小摆件 然后上面是有孔的 所以可以放一些小小的一些干花的那种花枝 小星球飞碟的形状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它的质感还不错 光滑但是是磨砂的那种质感 颜色也不错 不是那种特别泛蓝的白 准备放在梳妆台或者是客厅的书架上面 还蛮好看的 接下来这几件 它们都是同一个系列的 其实它们应该算是餐具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更像是用来收藏的摆件的感觉 这一系列是他们家新出的一套餐具系列 有两个花色 这两个就它的两个不同的花色 然后我是买了一大一小两个不同尺寸的盘子 一个是这种黑白的泼墨点的 然后一个是这种米白色的 上面有像那种马点的一些小花纹 这两个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加好看一点 因为这个它是磨砂质感的 然后这个是亮面的 我觉得因为这个亮面的关系让它有一点就是看起来比较廉价 如果它也做成磨砂质地的我觉得就会更好 不过这个远看或者是用来拍照还是不错的 这个质感就很好 它是磨砂的 两个的造型是一样的 都是这种憨憨的胖胖的圆圆的这种小盘子 然后同系列的我还一样买了一个杯子 胖乎乎的 两个杯子都还挺可爱的 都是这种把手很粗很胖乎乎的杯子 这是这一套黑白的泼墨的杯盘 这个是这一套黄色的马点的杯盘 这套餐具的设计我觉得算是比较独特的 所有的边边角角做的都特别的圆润 然后都是鼓鼓的胖胖的那种蠢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OK装饰类的东西差不多都说完了 接下来看一些家居生活或者是厨具类的 首先这个是我买的一个保鲜膜的收纳盒 这个我选了很久才最后挑中的这一款 之前我也有一个保鲜膜的收纳盒是这样子的 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款式 这样打开里面就是保鲜膜 然后你要这样用手拉出来 再合上然后再撕 这个其实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其实用久了我觉得不好用 因为里面的那个保鲜膜你拉的时候 会整个一卷全部都提出来 而且它这个下面也没有给它固定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般般 然后这次我买了一个新的这个保鲜膜切割器 从它的原理上来看 理论上说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实际操作也我也不知道 这个造型还挺有科技感的 这个东西应该就是它的保鲜膜的切割器 它是一个这样可以来回拉动的一个东西 我刚刚按它这个说明书把这个切割条装上去了 哦 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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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保鲜膜就是这样一层 用的时候就把手顺到这个凹槽里面 一拨就能把这个保鲜膜拉起来 然后拉起来之后就这样把它 摁过来摁下来 盖到这边 再直接把这个滑动的这个东西滑到另外一边来 这样 它就完整的把这个保鲜膜很整齐的撕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目前试下来感觉还不错 它这个底下还有一些这样的吸盘 可以比较稳的吸在桌上 为什么我想买一个这样子滑动拉开的这个保鲜膜 是因为我觉得那种带刀片的 首先是不方便用 然后很容易割伤手 像我这种在厨房里面经常手指会受伤的人 我就有时候会很害怕用那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性还是高了很多 再来演示一下我这桌子有点乱哈 假如这个水平是我的碗 我要用的时候我就这样抠出来 然后盖在我的碗上 这样一滑就可以了 是不是还蛮方便的 然后它这个底下这个吸盘可以直接吸在桌面上 这样它就不会移动 不会跑 这个东西很好 我觉得比这种传统的这种保鲜膜的切割器 旁边有啊 旁边有刀片的这种 要安全多了 而且很好用 不错不错 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收纳起来没有那么方便 它不像其他的保鲜盒那样可以直接吸在冰箱的侧面 它这个是没有磁铁的 然后它整个自身重量也是会稍微重一点点 所以可能会需要放在桌面上 或者是要给它找一个地方装起来 不过总体来说我还是很满意的 这个保鲜膜切割器 我觉得厨房用品这种东西 尤其是那种有一点小心思 有一点小设计的那种东西 一定要自己亲自试用过之后 才知道实不实用方不方便 这个东西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淘宝开箱的时候买的那个蚝油压嘴 当时把我气坏了那个东西 然后后来很多朋友给我评论之后 我才知道它有不同的型号和尺寸 所以这次我就买了一个应该是正确的一个尺寸 因为我还是不肯放弃 我觉得它确实的这个想法是挺好的 我就把这个按压头洗一下 再装在我的蚝油瓶上试试看能不能行 你看这就是我上一次买的那个失败的蚝油压嘴 它就是盖不上去 这次我换了一个新的尺寸 希望它好一点 可以耶 这个可以啦 我觉得几乎是比较完美的领在了这个蚝油瓶子上 我这个瓶子是李锦记的蚝油瓶 它的瓶口是比较小一点的 这个尺寸是正好适合它的 哦这个太舒服了 然后我试试看 好不好挤 咦这个也很好挤 它是往正前方挤的 像我之前买的这个衣袋的这个 它挤的时候是完全朝下的 这个喷的方向是往这边喷的 就可以很好的瞄准那个方向往锅子里面挤 哦不错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算是一个很好用很改变生活的一个小的小配件了 终于买到正确的型号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这种类似的喷嘴的话 要注意看自己的蚝油的品牌 像是李锦记这个牌子 它的蚝油嘴数比较小的 所以就要买小号一点的 然后之前我买那个大的 好像是给海天牌子的蚝油 它的那个瓶嘴比较宽 所以那个也是能够适配的 大家如果要买的话 记得看清楚自己的瓶子 OK我们继续来开箱 下一个这个 是我买的一个 也是一个生活用品 这个是放在浴室里面的 长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吸盘的花洒架 就是你洗澡的时候 那个花洒可以放在这个架子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架子 这个地方这个孔 就是可以放你的花洒 我买这个是因为 现在我给皮皮洗澡的时候 都是手拿着那个花洒去给它冲 然后一边要冲 还要一边就是薅住它 不让它跑 然后还要一边给它梳毛什么的 就是有点手忙脚乱 所以我买了一个这种花洒架 可以把它粘在比较低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直接把花洒放在上面 对准皮皮的身体 然后我就可以腾出一个手来 可以给它用沐浴露啊什么的 就比较方便 然后我这次选的这个呢 它叫做一个什么 真空吸盘花洒架 之前买过一些那种 摁在厕所的墙上的那种挂钩 就觉得用久了全都会掉 然后这个据说好像不那么容易掉 我第一次买这种吸盘的 它好像是会把里面的空气抽掉 还是怎么的 就说好像比较稳当 准备试试看 为了在同一家店里面包油 我又顺带买了两个吸盘 刚刚这个 这个是花洒架嘛 然后这个是就是一个简单的挂钩 然后也是用了这种真空吸盘的设计 这个我准备用来可能挂一些毛巾之类的 这个我还没试过 不知道它能不能吸的比较稳 准备试试看 如果好用的话 我会在信息栏里面跟大家分享我的实用感受 对了 今天所有的开箱跟往常一样 都是打开之后的第一印象嘛 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就是实际使用的感受 那如果哪些东西用过 我觉得好用或者不好用 我会把我的实用感受更新在我的信息栏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某样东西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我的信息栏里面 有没有写就是之后我的实际的实用感受 OK 这个东西我准备试试看 正好这个星期又要给皮皮洗澡了 下一个 这个也是厨房用品 是树壳的 我好像每一次开箱都会有树壳他们家的东西 因为我经常就会去逛 他们家有没有什么上新的产品之类的 这啥呀 这次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 首先我买了两个这种小小的 耶 怎么是这样子的 叫什么 水果叉 这是用来吃水果的 这个不锈钢的质地还是不错的 是那种比较磨砂的 拉丝的不锈钢 但是它这个叉子的尖尖头 形状是不规则的 就是一个是尖的 一个是炖的 这个是尖头的 这个是炖头的 一般 有点实惯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不锈钢的一个刮皮刀 它据说是特别的锋利 可以用来削番茄的番茄皮 它的样子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是这种完全通体都是不锈钢的材质 之后试试看 如果好用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一个这种硅胶的锅铲 我自己其实很喜欢用木头的锅铲的 但是有时候总感觉木头的锅铲 有点像是消耗品 就是用久了它会烧黑会烧坏 所以这次我买了一个这种硅胶头的锅铲 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它这个硅胶的前面这一边 还是算是比较薄的 应该用来煎一些 比如说什么pancake 应该也是可以的 还不错这个锅铲 我觉得手感还挺好的 接下来这个 是一个比较大的包裹 是我买的一床被子 这个是我买的一床下被 就是夏天盖的被子 里面的被子 我还是把手套摘了拆吧 手套上全是灰 我买的是一套棉麻材质的被子 还不错诶 很软很舒服 你们看 我一直会觉得棉麻的东西 像是被子啊 床单啊 整套什么的 会比较硬 会比较割到皮肤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很软诶 很薄的一床被子 然后是不需要套床单 可以直接用的 然后也是可以直接用洗衣机洗 就夏天盖起来比较方便 它这个被子还挺重的 我觉得是那种比较贴身体的那种 就你躺在床上盖着它 它会贴住你的身体 就不会很容易漏风进去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我跟着微博上的一个家居博主团购的 就是王子 大家应该有知道的吧 他自己做的这个被子 不知道像我这种喜欢开着空调睡觉的人 会不会觉得有点太薄了 会太冷 还挺好的 比我想象的要软很多 家居生活类的东西差不多也都开箱完了 接下来剩下的应该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都有 吃了穿的用的然后首饰啊化妆品都有一点点 我们一起来我拿到哪个开哪个好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之前跟大家说过 应该提过不止一次了 山核桃 这种小的山核桃人 我每次买淘宝都绝对会买这个山核桃人 应该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了 这次我也是在之前跟大家说过的那家店买的 不过这次我买的是稍微小一点的包装 它每一盒是只有100克的容量 之前我一直买的是那种大盒大桶的 每一盒好像有250克左右 那个的话每次吃就感觉一次会吃太多了 因为只要我打开一桶 我绝对会在当天把那一桶全都吃完 每次打开都吃250克 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所以这次我就换了这种稍微小盒一点的包装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就是分装比较小平一点的 每次可能会吃的稍微少一点点 但是我感觉我也没有少吃 我这次一共买了九小盒 因为它是三小盒 三小盒一起卖的 我就买了九盒 我在过去的两天里面已经吃完了三盒了 空瓶子在这里 有一个已经被我丢掉了 这次我尝试了他们家其他的两个味道 因为之前我都是买这个原味的 这次我把它另外两个味道都买过来了 一个是奶油味 一个是椒盐味 我觉得吃起来它的口味的差别不是特别大 就是它奶油的味道不是很重 椒盐的味道也没有很明显 所以吃起来都差不太多 然后每种都尝过之后 我觉得还是这个原味的是最好吃的 太好吃了 我感觉这剩下的六盒 都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我跟天歌每次一打开之后 可以两个人一起在几分钟之内 就把它整瓶全部都消灭完 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哎呀 然后下一个这个是两本书 后浪出版社的书 后浪出版社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出版社 他们家出的书的内容和风格我都还蛮喜欢的 这次买的是这两本 叫做蔬菜教室 它分一个春夏版和一个秋冬版 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和时令 写的一个这样子的介绍蔬菜的书 这本书我也期待很久了 我自己其实很喜欢买 很喜欢看那种就是食材食谱类的书 尤其是这种里面有很多照片 很多这种图画的这种书 我就特别喜欢 然后这本书它介绍的内容就是 介绍某一种蔬菜 然后告诉你这种蔬菜 比如说怎么去挑选 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烹饪 是最适合它最好吃的办法 所以就是一本蔬菜的使用指南的感觉 它里面其实解释了特别详细 包括某一种食材 你应该去怎么样处理它 怎么样切 怎么样煮 都写得很详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是还挺具有 就是实际操作意义的 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的食谱 然后书的质量也很好 彩页印刷的都非常漂亮 来看一下这一盒吧 檀木匠的梳子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按摩的那种梳子 就是叫什么头皮按摩书 长这样子的很精致 很老牌的国货了 其实我当时买书子的时候 有考虑两个品牌 一个是这个檀木匠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叫Aveda的一个 也是按摩头皮的书子 那个好像是范冰冰之前推荐过的书子 然后后来我想起我妈妈有一把 檀木匠的木书 就跟这个很像 也是用来按摩头皮的 那个书子我特别喜欢 手感超级好 然后很重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类似的 不过我这个比我妈妈那个便宜一点 檀木匠的书子我印象中一直是很贵 然后是那种很好的木头做的 所以我对这个牌子的印象还一直特别好 我买的这个型号应该算是 同系列里面比较便宜的这一块 我觉得手感没有我妈妈的那一把好 它稍微轻一点 书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就是这个感觉 我还挺喜欢用这种头皮按摩的书子的 之前我有一把 它有一点坏掉了 就中间这个书尺有一点开裂 所以我就换了一把新的 这个还不错 算是檀木匠这个牌子 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了 然后它配的这个 小盒子和小袋子质感也都很好 拿了一落过来一起拆一下 第一个这个 我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给皮皮做的一个狗项圈 这个皮皮的狗牌上面写的是派派 是派派 嗯不是皮皮 P-I-P-I 能看清楚吗 我给皮皮做的一个狗牌 上面是它的一个小的一个头像 然后下面写的是它的名字 然后后面写的是我的电话号码 就是给皮皮 我准备给它挂在脖子上 这样它如果万一走丢了 就希望能有好心人能够联系我们 这一盒是我买的耳环耳钉 我买的首饰 我给大家推荐这一家淘宝店 我的很多的耳环和耳钉 都是在他们家店里买的 我觉得质感都还蛮好的 然后也是我很喜欢的风格 重点是还很便宜 给你们看我这次买的几款 这盒子一打开我吓一跳 结果这个是个赠品 就是买的比较多送的可能是 这次买的首饰还挺多的 第一对就是一个这样子 很简单的一个圆形的一对 小小的耳饰 然后就是这样穿在耳朵上面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基础的一个款式 两个小圆圈 第二个是一个这样的款式 这种好几圈的一个设计 然后也是一个小耳钉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还比较特别的一款 它是这种链条的设计 然后是一个长一个短的 两个链条 接下来是这样的一对 它是一个金色的环 然后中间是包着两个 有点像珍珠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耳钉 这个也是耳钉 这个款式就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淑女 比较复古一点 可能配什么裙子之类的 穿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稍微有一点大的这个耳钉 椭圆形的耳钉 然后戴起来是比较大颗的这种 就是会晃来晃去的那种 有点像水滴形对不对 我觉得样子还挺好看的 所以就买了这个 不过这种比较大的耳饰 我戴的算是比较少的 我平常戴的比较多的 可能就是像这种 比较小一点的这样子的小耳钉 是我最经常戴的 这家店铺里面的配饰 我都还挺喜欢的 我买过两到三次 然后每次我都觉得 不管是款式还是价格还是质量 都是我觉得比较好的 然后是我自己很喜欢的那种 大家如果喜欢我平常戴的一些耳钉耳饰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不是广告 我现在耳朵上戴的这个 不是他们家的 是一个叫做 安娜路易萨的美国的耳环耳钉品牌 然后开这个 这个居然有这么大一包 这个是我买的鲜花保鲜剂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送的一个洗杯子的杯刷 我这次买了整整一整盒 这个鲜花保鲜剂 大家有时候看到我的vlog里面 可能会看到过 就是我往那个装鲜花的水里面 放这个保鲜剂 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能够给鲜花提供一些养分 然后是可以稍微延长一点鲜花的花期的 这个东西其实到处都有买了 新加坡也有买 我买这么大一箱是因为 这次在淘宝上看到它这个比较便宜 然后我平常又很喜欢买鲜花 所以我就买了一整盒 这个保鲜剂回来 下一个 这个是胶下还是胶内 应该是胶内 有两个品牌 一个叫胶下 一个叫胶内 胶下好像是做那种防晒散的 胶内是做那种衣服的 就是贴身的衣服 我这次好像是在李佳琪的直播间 买了一件这个胶内的内衣 他们这个包装还做的挺好看的 是这样子的 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内衣 然后这个是送的一个洗护袋 就是用它包着在洗衣机里面可以洗 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 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但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穿这种 就是比较舒服的 没有钢圈的内衣 这个还挺好穿的 特别说到夏天 就是很透气 然后穿起来很舒服 我自己另外有两件 Everlane的同样的东西 我觉得也很好穿 大家如果夏天想找比较舒服的 那个东西的话 可以去找一下 胶内的这个牌子 或者是Everlane 这两个牌子我觉得都还不错 然后开这个 这个是 也是我在直播间买的 这个是威亚的直播间买的 不过这个东西是我平常 自己也会经常买的 所以我看它的价格卖得很便宜 我也买了 蔡司的这个镜片擦拭10斤 我很喜欢这个 我自己之前也买过一整盒 但是它的价格是比较贵的那种 所以我这一次在直播间看到了 我就买了 它这里面是这样子的 一片一片的 有点像那种小的酒精片的感觉 然后撕开之后 里面就是一张湿巾 我会用它来擦我的相机镜头 然后擦手机擦镜子 然后也会给天歌用来擦眼镜 这个很好用 蔡司的镜片擦拭湿湿巾 这个大盒里面有180片 小盒是30片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昨天我看了半天 是天猫国际旗舰店的 八成也是李佳琪那里买的 这次就是因为我等那个家具发货 所以那段时间一直在不停的看直播 正好我仓库的东西还没有到齐 所以我在直播间看到什么我就买了 这个是面膜 那个什么酒破面膜还是什么的 这个在李佳琪那里买的酒破 是酒破吗 取其糟破的破 酒破面膜 这个是那种泥状的涂抹式面膜 我没有用过买来试试看 如果好用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润本的 润本好像是一个那种 做什么像是防纹产品的一个牌子吧 我在李佳琪的直播间买了几个这个 植物精油贴 应该是那种趋纹的小贴纸 新加坡最近蚊子特别多 然后还有登革热 就是登革热就是通过蚊子来传染的 所以我们家里啊包括出门的时候都会做一些防纹的工作 所以这一次也买了一些防纹产品 这个就是这种小贴纸 据说贴在身上或者贴在衣服上就可以驱赶蚊子 OK今天的最后两个包裹了 一个是这个欧莱雅的 是我在李佳琪的直播间买的欧莱雅的面膜 它是这种一盒一盒包装的 这个是那个青春 青春密码 什么教素面膜 它就是它两边是分开的 这边是那个面膜的精华液 然后这边是面膜纸 用的时候把这个精华液推到纸这边 然后把这个面膜纸润湿在敷到脸上的一个这样子的面膜 看挺多人都说这个很好用的 所以我就买来试试看 不过我自己也没有用过 我是第一次买 然后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包裹了 是网易严选的包裹 那个盒子有点重 我就不抬起来了 他们网上卖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 然后这次我看到它有一个这样的驱纹液 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好像是没有香味的 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就直接喷在身上就可以驱纹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因为最近需要好好做防纹的工作 所以买了一个这个驱纹液 然后这个是一个去字笔 这个东西应该大家都还比较熟悉吧 很多品牌都有出 它就是一个去字笔 就是如果出去玩啊 吃饭的时候 身上弄脏了 弄到油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笔 在衣服上这样涂这样画 它就可以把那个污渍去掉 我觉得还挺实用 挺必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衣服或者是不管什么东西 弄脏了有脏的痕迹的话 最快最好的方法 可能就是马上去处理它 处理的越早 肯定是越容易弄掉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去字笔 可以随身携带还挺好的 不锈钢防烫夹 这个它是一个不锈钢的 这样的一个夹子 就可以用来夹那些比较烫的碗和盘子 比如说我们家经常喜欢吃蒸鱼 那个蒸鱼的盘子就永远都拿不出来 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夹子 去把它夹住 然后把它拿出来 之前我买过一个类似的东西 不过我买那个是塑料的 然后这个上面贴了一个硅胶条 但是那个质量很差 用了一会儿那个硅胶条就要掉下来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不锈钢的 这个感觉质量好多了 插得还蛮稳的 这个是网易严选的毛巾 他们家的毛巾质量还挺好的很厚 然后是那种绒绒的 一圈一圈的那种毛巾 618的时候打折 我就买了三条毛巾囤着 天歌用这个毛巾用的还蛮快的 它出油比较多 所以要经常给它换洗毛巾 就买了几条多的来备用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按摩的颈霜 就是涂脖子的 因为我这个脖子这一块地方 感觉有一些那种纹路什么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颈霜 准备来涂一涂试试看 其实也不期待它有多大的效果了 什么瞬间去皱什么的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一个专门 涂的东西来可能滋润一下 我的脖子 颈霜 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这种玩意 颈霜 长得像外星人 它这个前面是一个这样钢珠的按摩头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孔 应该就是颈霜会从那个小孔里面挤出来 挤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头来按摩 这个瓶子概念还蛮不错的 感觉是可以把这个用完之后 在里面加那个什么预美镜 才继续用来按摩 我还买了一个这种熏香 就是那种庙里面烧香的那种东西 然后它是有那种香味的 之前我买过几个好几个不同的味道 我觉得都还挺喜欢的 然后用的差不多了 我这次换了一个新的 这个是桂花香的味道 它就是这样子 一个 哇这个是很细的这种诶 这个是非常细的那种线香 然后它送了一个还挺可爱的一个香作 就是拿一根香这样插在上面 然后再把这个上面点燃再吹灭 它就会飘那种庙里面烧的那种感觉 这种它烧起来不会是像那种很烧焦的 很难闻的味道 它是香味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的 OK那今天所有的包裹都开完了 再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是开箱嘛 是所有产品的第一印象的感受 并不能代表它真实的使用状况 那我会在信息栏里面 把所有产品的链接放在那边 然后也会在信息栏里面 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些 我实际用过之后的感受 大家如果想要买某样东西的话 记得去看一看 然后今天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没有广告没有推广 那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搞定了 我们还能有一点希望能够找到它 不过那个质量 这个里面就是那个内衣 然后这个是送的一个 今天开的东西里面 最惊喜 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花瓶 太好看了 这个红的质感太漂亮了 有点短 哦 花瓶了 哦 花瓶了 哦 花瓶了